台灣人從其來有一些錯誤的論述 說台灣人其實想要投降 台灣人不想戰爭 面對戰爭來的時候一定會馬上投降 然而我覺得台灣人愛好和平 可是台灣人更願意為自己的家人 為自己所信仰的價值挺身而戰 各位小君台灣PLUS所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為你邀請到兩位來賓 我們要討論的什麼呢 菲律賓在最近國界焦點 為什麼允許美國可以進入他的境內 設置這麼多軍事基地 美國和菲律賓所簽署的 額外的軍事基地準入的協力當中 整個防衛對台灣的意義在哪裡 亞太地區還有哪些國家跟美國 可能有准入的協議呢 包括了在印太 印太的一個策略之下 台海有勢的話 到底哪些國家可能會跟台灣並肩作戰 為你邀請到這兩位來賓 來首先第一位 這是前五角大師的官議員 Tony胡振東來到我們現場的 Tony晚安 小君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 嗯你如果上過了黑熊學院 你一定認識他 因為我對他知之甚講 他是小蕭老師何成輝 也是黑熊學院 跟PUMA一起共同創辦的創辦人之一 何成輝老師 小君好 各位高音樂中大家好 好 這個小蕭老師呢 在這個黑熊學院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黑熊學院呢 為什麼我這兩天一起告訴大家 我的親朋好友 我都希望他們可以去上黑熊學院 黑熊學院的課程裡頭 又包括了現代軍事的科普 那麼又包括了資訊戰跟整認知作戰 又包括了衛生的基礎救護 也包括了呃整個避難的實作 在這個當下當然非常的關鍵 黑熊學院的目前為止 已經是招收了有1000多名的學員 以我自己新生經驗所看到 幾乎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為什麼去上黑熊學院的課呢 等一下小蕭老師會幫我們做分析 不過首先我們先看著國際的最新形勢啊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那麼在2月初的時候在菲律賓呢 事實上他所進行的西太平洋之行當中 宣布了美軍跟他所佈捨新基地當中 跟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克斯 包括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多位官員都見面了 美軍本來其實已經對菲律賓所使用的 4個軍事基地的使用權了 為什麼陸陸續續再度增加這麼多呢 菲律賓為什麼允許美國在他境內設置到目前為止 好像有10個軍事基地 來,Tony為什麼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菲律賓還是想嚇阻中國 因為他們跟台灣一樣被中國欺負 在南海 所以我想 小馬克斯一當總統以後 他第一個去訪問的就是大陸 他1月初去大陸 結果呢 我覺得他在大陸沒有說到很好的結果 他可能又被習近平威脅 說我比你大 這是我的 這些島 我造的島都在這裡都是我的 所以我覺得他回來以後他就決定 我要選一邊 我要靠美國 所以他的前面一個總統主特地 是比較親共 就繼續被中國欺負 那小馬克斯我想他自己的 當然每個國家做事情都是為自己的利益 他是南海的 可是美國要想到 你要跟我一起的話 我還要保護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這些基地會使美國能夠在那邊先放很多補給的東西 金火的東西 記得中共是說 我要想辦法讓美國不能過來 你沒辦法把你資源帶來幫助台灣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 因為從菲律賓過來的話 飛機船都很短的時間 飛機40分鐘30分鐘 戰鬥機 如果有事情發生馬上就可以到 所以你現在北邊日本沖塵 然後台灣東邊幾個小島上面的跑道都會被利用到 然後現在菲律賓的很多跑道都可以利用到 這使中共要防止美國介入會變得很難 所以這也是一個嚇阻 讓中共知道你沒辦法擋我們 我們已經到了 我們東西已經運來了 已經在這邊了 然後這樣子的話 希望中共就會想一想 贏不了 花不來 不要開始 再加上我想另外一個原因是 當小馬克氏的爸爸還坐在左總統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他南邊是回教徒一直造反 在魯章在北邊是新人民軍隊 New People's Army 是中共supporter 所以他要想 中共會不會又開始搞這個東西 因為當獨特利已經很親共的時候 他覺得不需要 對不對 那時候我在 我跟你講過 我七九二八三年在菲律賓 在克拉克 常常有親共的人在抗議 要美國趕出 要把美國趕出來 紅色的條件都是中共support的人 他們自己真的有一個軍隊 殺菲律賓的軍人 殺美軍 暗殺美軍 暗殺菲律賓的軍人 然後造很多麻煩 所以我想小馬克氏 可能有這個記憶 他可能覺得 哇 我跟習近平談以後 越來越覺得不安全 我要重新開始 那時候我們就跟菲律賓 有很多情報方面的交換 我們聽到什麼 看到什麼 新人民軍隊要做什麼事情 要怎麼樣防 他們在哪裡躲 然後我們給他特別的直升機 能夠攻擊這些地方的直升機 所以我覺得小馬克氏自己覺得 我要做總統的話 如果要穩下來 不要有這種新的共產的團 來找我麻煩的話 我最好還是跟美國近一點 當然 對某個國來講 這是很重要 因為這不但幫助我們保護菲律賓 也幫助我們保護台灣 其實以前的幾個基地我都去過 然後新的幾個基地我去過幾個地方 都是很好的基地 除了北方的那幾個地方 比較不是很好的基地 可是美軍進去也是馬上可以 可以把那些倉庫造好 我們會花很多錢在這些地方 然後這只是一個實用權 現在中共說你要把美軍帶過來 一直叫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不會在那邊放軍隊 我們會在那邊演習 我們會在那邊練習 萬一他還有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從阿拉斯加 從日本北邊把我們的軍隊 我們把那個基地一準備好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演習 我們會過去 演習就回家 我們不會住在那裡 因為我們大概30年前 美國就改了政策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英文叫做 Places Not Bases 就是說我們養不起那麼多基地 我們在歐洲也關了很多基地 在韓國也關了很多基地 日本也關了很多基地 以前我們很多很多 在70、80年時代 90年時代的時候 我們很多基地在世界 後來我們發現我們養不起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基地 你看最近連索羅門島 也跟我們簽了 然後Palao那些很多地方 當然你更不必講了泰國 印尼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我們都已經有這個合約 讓我們能夠在那邊 需要用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這些國家當然也是為了自己的安全 才簽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就造成一個情況就是說 中共應該看得清楚 第一島鏈幾乎已經完全造好了 要保護台灣在中間的台灣 然後同時下面的你南海也不要亂動 我覺得這個對亞洲的和平是非常重要 菲律賓做的這一步應該會使亞洲更和平 因為用中文講就是說 好人不怕警察在旁邊 只有壞人要做壞事的才會擔心警察在旁邊 那因為你可能攻擊這個地方 但事實上因為戰略這場並不集中 那並沒有辦法達成它的癱瘓的目的 同時也使得美軍在應對這個廣大區域中 取得更多的支點 那縮短的反應時間 從而消除這個中間的反應猶豫的時間 所以具有這個重大的戰略利益 我想以此去衍生台海一旦發生戰爭 它的總體樣貌會是什麼 從哪裡開始引爆戰爭 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了台灣最關切的一個部分是說 台海一旦發生戰爭之後 美國會不會出兵 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邏輯上的問題 那在什麼狀況底下 美國可能不會出兵協防 有這種狀況發生嗎 我們仔細來思考這個問題 不思考這個問題之前呢 我先請教是曉曉老師 黑熊學院 創辦到現在訓練了多少學員 大概多少 目前從去年9月開始 加速這個訓練的計畫 也就是在百萬黑熊勇士的計畫 基金維持大概超過 一千人 一千人 對 已經完訓的學員超過一千人 那目前速度還會再繼續加快 因為在進入今年之後 我們課程會增加 同時也會有更多元的上課方式 這個一千人當中都完成至少一天 從早上大概九點鐘一直到 基礎營 對 叫基礎營 傍晚五點多鐘至少四個課程 這裡頭有軍事的科普 包括資訊戰、認知戰 包括一些避難、緊急的救護等等 這樣的一個課程裡頭有一千多人 那我參與的課程裡頭所發現的 這些學員裡頭好像都是二十來歲、三十來歲 甚至我上課兩次當中 我有稍微看一下分佈的 竟然是女生占了三分之二 哇這個時候令我覺得蠻意外 有些不瞭解一千多名的學員當中 是什麼樣的背景 為什麼會來黑雄學院上課嗎 是的 其實我們也有 我自己因為在擔任執行長 所以我的課程中 我大部分除了我上完的 我的第一堂課以外 有時候我會留下來 也會跟學員交流 小小所上的都是軍事的科普課程 對我都知道 通常是第一堂課 那整日的課程下來之後 會注意到我們從去年 在去年為止的時候 男女比例大概還是趨近一比一 但是到了今年之後 我們目前的統計數字來看 女性的學員的數字已經超過男性 大概是呈現一個55%比45% 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女性學員的部分 其實甚至有相當多女性學員的表現 都非常的積極 也非常的認真 那這裡面年齡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分佈很廣 那當然像剛剛小金姐講的 大部分在大概30到50歲 這件是最多 二三十歲的也相當多 那但是最年輕的部分 我目前最年輕的紀律是13歲 13歲 13歲 他是父親幫他們兄弟 他這個15歲 兩個都有來上課 然後另外一個年齡最大的是一位 是一位退休的醫生 70歲 70歲的醫生 那所以其實年齡分佈很廣 那我也進一步跟他們詢問 特別是女性學員的部分 那我問他們說 為什麼他們想來上這堂課 那他們其實他們的群體 我們都有一個 我們給他們一個特別的名稱 我們都稱他們為媽媽團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母親的身份 是 那他們說 他們是所以要來上這堂課 是他們希望說 當災難 不只是戰爭 災難發生的時候 他想要知道他能怎麼樣保護他的家人 包括他的小孩 包括他其他的家人 那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你在這個保家衛國 這個部分 保家 這個是一個 他們來學習這方面最大的動機 而且他們 你可以看到他們最積極認真 然後表現也都非常的好 這個年齡分佈 那您覺得在台灣當下 黑熊學院所開啟的課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你覺得為什麼 我覺得其實一直在有關於台灣 面對這個戰爭威脅的時候 一直 我相信包括國際友人 都有一個質疑點就是 台灣人願不願意為自己的自由和平而戰 那這個問題會困擾著包括我們的友人 也會包括我們的社會 因為國際友人無論再怎麼願意幫忙 前提是台灣人願意抵抗 台灣人從其來有一些錯誤的論述 說台灣人其實想要投降 台灣人不想戰爭 面對戰爭來的時候一定會馬上投降 然後我覺得台灣人愛好和平 與投降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確實台灣人愛好和平 可是台灣人更願意為自己的家人 為自己的所信仰的價值挺身而戰 那麼在這個抵抗 其實想要抵抗的人 不只是這些特別身份的人 比如說軍人 軍警 事實上一般民眾也無分男女 都有這樣的抵抗意志 那麼在這一波 像這次黑熊學院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 我認為不是黑熊學院的成功 是因為大部分的民眾 其實都想要在最嚴峻的挑戰來的時候 他們要起身抵抗 不是起身抵抗 他們必須要知道他們該怎麼行動 基於這個原因 他們會有這麼踴躍的 報名黑熊學院的動作 那其實這正顯示著 台灣民眾對於抵抗這件事情 是想有所作為的 那我也想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去年在那個裴洛西議長 來台訪問的期間 中國進行軍演 發射飛彈 當初他們是說要發射三天 大概一天就結束 那當時黑熊學院正在辦理群眾募資 那時候曹先生還沒有 還沒開始跟我們合作的時候 那就在那一天發射飛彈的同時 我們在一天之內涌盡了一百萬的支持 支持的資金 當然是單日最大的流量 這一百萬其實代表的是 台灣人面對中國的威脅 戰爭威脅 他們想要有所作為的 他們的這一百萬不只是支持我們 同時我覺得是他們展現 台灣人展現這個抵抗意志的一個 一個積極的表現 是 這個抵抗意志表現是非常重要 有新防 民防 才會有進一步的國防 對 我相信Tony 這幾年在台灣 以一個美國人身份 以一個美國來看台灣 目前的狀況 應該感觸也很深對不對Tony 對 是感觸很深 其實你也曉得我每年回美國很多次 然後我會跟一些朋友見面 老朋友 在華盛頓的朋友 他們第一個問的問題 永遠是 願意保護自己嗎 因為全部美國的政策 美國的計劃 都是based on 台灣願意自己保護自己 如果台灣沒有像 烏克蘭這樣子 站的穩穩的 不願意保護自己 外面的人沒辦法幫你 所以 像您剛才講的 有什麼情況下 美國可能不會來 OK 我想第一個情況 就是說 如果台灣開戰 可是這個 中共一定會想辦法 把事情搞得好像是台灣開始的 所以美國會很仔細的看 是真的是假的 當你攻的時候 如果中共說 台灣先發射的 這我們要搞清楚 OK 第二個是斬首 美國要來的話 一定要台灣說 我需要幫忙 請你來你在這邊做什麼 對不對 中共可以到聯合國去說 這是我自己國內的事情 沒有人叫他來 所以一定要需要一個 中華民國正式的領袖 就是說如果總統受傷 副總統 誰這個sequence 是正式的說 美國我需要你幫忙 所以斬首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它會 delay 美國能夠來幫助台灣 第三個 像我剛才講的就是 如果中華民國自己 不願意保護自己 那 沒有人會來 所以這三點 我覺得要很 這是很重要 三個非常的關鍵 所以小小老師 我發現我剛剛 Tony的 的論點 美軍到底會不會來 美軍不會來的狀況 可能會是什麼 在這個狀況底下 怎麼樣讓國際間知道說 台海一旦發生戰事的話 這不是國共內戰的延續 這是一個台海戰爭 是不是 這相信是非常重要 來 小小老師 因為過去我們 包括中國 以及過去這個戒嚴時期的 國民黨政府 他們的 在有關於台海之間的 緊張的衝突論述裡面 他們的表述方式 只是認為說 台海之間的問題是一個 1949年國共內戰的 移序未解決之問題 那但是這個說法 本身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 因為這裡面的危險性 在於說他們 第一個就是 他將這樣的軍事衝突 定位為一個 國內的內政問題 而不是一個區域安全問題 不是一個國際安全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 像在1945年之後 聯合國成立之後 國與國之間 以戰爭的方式解決 國際衝突已經被視為一種不合法 或者說不具有道義性的做法 那麼一旦發生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聯合國可以介入 同時國際間也會進行 包括從譴責到制裁 但甚至到出兵 這樣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這次俄乌戰爭中 為什麼普京在宣布的時候 他要說 他宣布的是 特別軍事行動 而不是對 烏克蘭宣戰 其實也是想要定位 而且他包括他更早在 2月24日開戰 在2月21號的時候 他首先發表的文告裡面 先定性一件事情 就是烏克蘭是一個虛造的國家 烏克蘭不存在 烏克蘭是屬於俄羅斯的一部分 也是一樣要否定烏克蘭的存在的正當性 同時讓他的局勢衝突合法化 正當化 那定位為一種 內國之間的內政問題 無疑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所以同樣的道理 在對台灣的部分 他為什麼要維持一個內政問題 就是避免國際的介入 第二個為什麼要維持這種 國共內戰的格局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的行動本身具有合法性 我們都知道中國在發動戰爭的時候 他主張還有三個 他們所謂的三戰 三戰結構裡面是輿論戰 心理戰和法律戰 那其中法律戰的部分 就是取得他 他進行軍事情動的大義名分 那所以中國先進行了 所謂的法制建構建設 他先公佈了所謂的反分裂法 那就是要讓他未來 一旦對台灣出兵的時候 他有一個合法性的基礎 而這個部分他這裡面的 既然反對分裂法 他一旦對台出兵 他要傳遞一個訊息說 這不是一個國際戰爭 不是一個區域安全衝突 而是一個中央政府 對叛逆的一省的評判戰爭 是一個內政問題 其他國家不能介入 第三個還有一個意涵 就是透過這種定性 這樣的衝突格局的時候 使得台灣變成一種 台海之間的衝突 變成是 中國對台灣之間的一種 一對一的 的鬥爭格局 而這個鬥爭格局中 本身具有量體上 或者說這種實力支配上 的一種不對稱性 因為中國有14億人 台灣有1300萬人 他也傳遞給台灣一個訊息 在量體上的極大化中 你們的抵抗是無效的 所以投降為上策 對他們來講 這些軍事情動和他們的政治 以及心理戰的意圖上 會互相結合 那麼這樣的問述的危險性在此 就是為什麼要把它設定 為一個國內戰爭的格局 實際上台海的衝突 是一個趨安全的問題 是一個國際秩序的問題 那你可以看到為什麼 因為台海的衝突 必然影響到包括日本 乃至於印太地區 甚至於國際的安全問題 那所以為什麼像日本的 已故的總理安倍會說 台海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事實上我更願意說 台海有事就是印太有事 就是世界有事 對 所以中國動手 美國會怎麼應應這個狀況 你剛剛特別提到 真的有狀況會讓美國出不了手嗎 對 你說斬首 對 斬首 台灣開始打仗 initiate 或者台灣不願意自己保護自己 這三個condition 我覺得美國會想一想 可是 你說台灣投降 就是台灣放棄 放棄了嘛 那你就不必了 像阿富汗 馬上國家自己就癱瘓了 那你救也沒有辦法救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事實上中共一直想辦法 使台灣 關台海這個問題不要國際化 可是現在太晚了 是國際化 因為中華民國在國際的供應鏈上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因為中共的威脅 現在更多志同道合的國家 看到中華民國的情況 覺得 這是自由民主 我保護它 所以我覺得 他要想辦法說 這是我們自己internal 已經太晚了 台海的事情已經是國際的事情 因為如果台灣發生戰爭 對全世界的經濟都會有問題 你看 就看CHIP就好了 你看 台積電CHIP不做一下BMW Benz的車子全部都停止 是 全世界國家的基礎 你沒有經濟的話 你其他都不必談 而且 如果中共做不聰明的事 打日本 打關島 現在大家都講 中共可以打這麼多東西 人家不能回答 打回去 這代表日本也可以打大陸 因為現在是 你打我 我可以合法地打你 對不對 如果 中共 打了一艘美國的船 打了關島 北約呢 北約第五條 任何一個 member country 被攻擊的話 其他人都參加 所以你看最近 你也看得很清楚 德國跟日本已經演習過 然後 法國的船也在南海開 英國的航空母艦也經過 很多國家都來 因為 就是以防萬一 真的他們要參加的話 他們要了解這地區的情況 這也是嚇阻 這要讓中共曉得 到時候 你打台灣 付出大家 不只台灣受傷 你一直講 台美 是不是應該講台美 日 英 法 德 不管什麼國家 一大堆 澳大利亞一定會到 所以 因為這些都是對他們自己國家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 中國要看清楚 習近平要看清楚 你這個仗要不要開始 因為事實上 我看很多其他的電視節目都說 美國就想打一仗 就想開始 美國不想打仗 而且唯一想打仗的其實只是中共 對不對 只有他想開戰 然後侵略台灣 美國不會去打中國 為什麼 沒有理由 日本不會去打中國 台灣更不會那麼笨 如果和平相處 中國的經濟可以繼續發展 台灣的經濟可以繼續發展 整個亞洲 整個世界的經濟 和平相處 都繼續發展 以前的這種現代的戰爭的樣貌中 出兵並不意味著 我必須一定要把兵員 實際上的人 派到台灣本土來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 俄烏戰場上 就常常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 約翰美軍到現在 從來沒有派過任何的軍隊 進入烏克蘭 北約跟美軍 都沒有進入過烏克蘭戰場 對 可是在他的周邊 就隨時都有 美國及北約的這種 包括電子偵察機 預警機 電子戰機 電子技術情報機 等等的各種各樣的 情報偵察的手段 的飛機 而 事實上 烏克蘭的這次的表現中 有很大一部分 我們都清楚得到北約 及美國的各種各樣援助 這裡面的援助 除了軍事援助以外 更重要的是 情報 情報 電子 電磁空間的 支援的部分 而這個部分 是海空戰 戰力中的 關鍵與核心 那事實上 這些飛機 這些 這些技術情報機 事實上 在台海周邊 尤其在這幾年的衝突中 其實在台灣也都是 都有這些飛機在 在運作 在飛行 一旦開戰的時候 那麼 同樣的 同樣的 狀況 美日 乃至於北約 就可以再提供在他們在這種 技術情報上面的優勢 對台灣的防衛任務上 給予很大的支援 然後提升台灣 台灣抵抗的實力 那麼這樣的支援 恐怕比 現實中把 美國的 美國的陸戰隊 直接派到台北街頭 會更有 更有實際上的效果 對 為什麼會 這個時候 有所謂21世紀版的 鎮住港戰爭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說法 那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 中國如果要介入台海 那首先 如果剛剛所說 我必須要先 癱瘓 那個美軍 或日本的 日本的 這個軍事力量 那 在 現在 如果 所以他的戰略想定裡頭 會怎麼樣癱瘓 比如說攻擊美國 派數在這個 周邊地區的海空基地 包括關島 包括 沖繩 來自於日本的海空軍基地 由於目前的數量 不夠 所以 基地數不夠 等於說 美日的重要的 特別是美國的重要的 珍貴的軍事資產 集中於少數幾個地方的話 那麼他進行重點突擊 然後 然後 將美國的重要的戰略資產 予以摧毀的時候 可以使美軍的海空戰力 達到一定程度 就是說 一段時間的短暫的癱瘓時間 那這種情形 就如同當年 日本偷襲珍珠港一樣 然後 將西太平洋 美國的西太平洋艦隊 太平洋艦隊整個癱瘓 使得日本取得大概半年的優勢空間 那 同樣的21世紀版的話 中國的做法也是一樣 可能會偷襲 偷襲關島 或者是沖繩的基地 那 如果一旦成功的話 他就可以取得 在美國再把盆堵的艦隊或基隊 再重新派來 重新恢復基地前 他就取得這個 這個寶貴的戰略時間 但這樣的時間 可能恐怕不會像當年那麼慘 那 當然美國也有所應對 其實美軍和 美軍和美國的智庫 多年來的得兵推 其實都也顯示 美軍的部署上面的弱點 在於這個 基地數不足的問題 所以還有剛剛 Toni說到的 美國近期在 包括跟菲律賓 跟日本合作 在西太平洋地區 在第一島鏈地區 開設了更多的基地和備源 然後掀起的部署了戰略資產 那其實就 這個就使得這種 珍珠港式突擊的行動 的成功機率就降低非常多 因為戰略資產 並不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地區 那而且美國都可以在 在一旦被攻擊的時候 重啟其他安全地區的基地 好 來 21世紀版的珍珠港事件 我們一個多月以前 我來這裡 我有給你看我們RC-135 是地方對不對 是 每天坐著中共的北邊 中美的南邊 兩個不同的 mission profile 對 都是因為我們不要再被透析 對 我們珍珠港以後我們已經決定 我們永遠不要再讓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一天到晚看著 我們這些偵察機 並不飛到新加坡到泰國 只看壞人 對 我們在俄國 周圍這些RC-135 Focus的地方 都是這些會找麻煩的國家 北韓 所以中國要動什麼東西 要偷集的話很難 因為我們幾乎每天都有人在看 然後呢 第二個 我們大概兩年前就開始做這個敏捷戰鬥就業 Higile Combat Employment ACE 我們就練習 每個中隊 派到一個小小的跑道 什麼都沒有 然後西小山那種進來 把我們需要的東西在鐵板上面推出來 飛機一到就開始打仗 他飛機在打仗的同時 我們把這個小小的地方造成一個基地 第一批是馬上打仗需要的東西 第二批是人要住要吃的東西 第三批是修理 飛機需要的零件 你剛開打仗的時候 你沒有時間修理 因為現在大部分飛機都是黑的box 你就把這些運過去 然後因為要打仗油路打更長的話 你就可以修補 然後那個地方我們就看好 油要放哪裡 然後醫院要放哪裡 都看好 在很多這種 我們現在跟菲律賓新籤的地方 我想已經有對進去 你看OK 跑道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放 我們要修理飛機 這邊上人住的地方 那邊放油 那邊放炸彈 都已經看好了 所以 像您剛才講的 我們不會 如果一看中共在動 我們在 OK那碗 在那邊的飛機已經分散了 阿拉斯加和美國本土的飛機 可能就 從日本北邊的全部都下來了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對軍人來講打仗太好了 因為打仗的時候你要看是好人還壞人 你如果在那個情況的話 就不必看了全部打 這是反而好一點的情況 所以 從我軍人的看法的話 我覺得這場仗其實對盟軍來講 是很容易打的 很好的仗 因為 反正台灣的船那時候不會往那邊跑 那邊的船都可以打 那邊的飛機都可以打 因為航空公司不可能再飛來 所以這對守的方面是有優勢 因為他不必再分敵我 全部都是敵人 所以這一點我想也很多人不了解 要守台灣其實不是那麼難 他們說中共飛彈打來 你飛機不能起飛 你就死定了 趕快投降 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真的 然後潛水艇是很麻煩的事情 中共有很多潛水艇 可是這幾個新的基地出來以後 然後我們反潛的潛水艇也可以找 因為我想一開戰以後 我們第一個會殺的可能就是中共的潛水艇 比航空不見還重要 它的威脅最重要 所以我們的反潛力量是很強 我們反潛的力量在亞洲很強 為什麼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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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北韓也是 北韓的那些小潛水艇是很頭痛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亞洲反潛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強 所以在一個台灣 保護台灣的情況下 反潛也是很重要 然後現在菲律賓這幾個島和日本這幾個島 所以我們在反潛的地方可以抓半天 不必飛回到很遠的地方加油再出來或者空中加油 因為那時候加油機會很忙 因為它要戰鬥機一直要加 所以你不要再把反潛的飛機也需要加油 如果正好基地在附近 如果正好基地在附近 一家有再起來多抓幾個魚雷去多打幾個共產黨的潛水艇 所以這個情況我覺得我們在講到嚇阻也是一個嚇阻的東西 邀請到Tony前五甲大廈的官員 包括了黑熊學院創辦人之一小潮和成為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所以小潮我想請教的是 解放軍能不能登陸成功變成是一個關鍵了 跟阿富汗跟烏克蘭比較不一樣 因為敵軍反正沒有任何所謂的海峽的屏障 方向走路就可以走路就過來就進行侵略了 台灣當然不一樣 這個是當前其實所有人最擔心的都是這個部分 我就指的是國際有人對台灣最擔心的部分是 台灣人到底願不願意抵抗 願不願意遇到中國的侵略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起身而戰 這是重點重要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就是說海空的作戰會是這場戰爭中一開始的一個場景 但是後方比如說就是包括我們的民心士氣 包括我們整體社會承受戰爭的這個韌性 也會是一個關鍵 因為這一部分會是台灣人意志的展現以及民心士氣繼續維持的關鍵 我們可以看到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其實烏克蘭這次是所以能奮戰至此的部分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他們的民心士氣 及整體社會應對戰爭的承受能力是強大的 你們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是在俄烏戰爭開戰的初期的時候 基辅工房站在他們首都最危險的時候 俄羅斯的軍隊距離基辅只有幾十公里 可是基辅市一天 麵包店仍然可以開六個小時 所有的公共機能 包括醫院 警察局 郵局 仍然如常運作 甚至一些大眾系統 交通系統也在運作 戰火未波及的這個銀行的部分 你一樣可以在ATM領到陷阱 那這樣在戰火中繼續抵抗 繼續存活 繼續生活下去 繼續抗戰下去的這個決心 以及能力的展現 其實穩定了這個初期 初期在俄軍突襲的時候 烏克蘭的民心時期 那有這樣的民心時期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等待 或者說你才有辦法 獲得後續的這些盟國的資源 我想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當基辅工房站中 除了這個以外 一般市民積極投入各種各樣的 支持戰爭的作為 除了易南深昭入伍之外 民眾投入比如說民防 或是後勤支援軍隊的行為 的部分也非常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像烏克蘭有一支特別的部隊 叫做國土防衛部隊 那它是一個類似於 類似於一個民防 和區域防衛的準軍事單位 那它是像一般民眾 就是18歲以上到65歲以下的 烏克蘭民眾開放志願招募的 那在開戰的時候 其實烏克蘭的許多 男男女女不分各種職業 也都紛紛加入了這個部隊 包括他們的一些政治人物 包括之前的前總統 或者說之前的 還有基辅市長 也是宣布 要抗戰到底與成功存亡的決心 這點跟 對照台灣就覺得格外諷刺 因為責恩斯基政權跟基辅市的市長 其實不同政黨 可是在大戰的前面 他們捐氣成劍 他們都共同起身抵抗 都與民眾共存亡 而不會去講說 講說我打不過人家 我們就不要打 我們要跟人家和談 他們這個時候就沒有這樣的聲音 而是說我們這個在今天 我們所有人都在總統的領導下 共同抵禦抗敵 這點的決心的展現 會讓 就是說其他的國際 國際有人會 會相信也看到他們的堅決 因為他們 他們那個基辅市長 直接就換上房南北新拿著機槍 那個在那個 還有包括他們的女議員 就拿著那個自動部槍 那個在 在那個 Twitter上面 那個po他的那個照片 他說他決心在基辅街頭抗戰到底 我想這些的 但更不要談這樣 包括這輪司機 每15分鐘開始直播 證明他仍然堅守 沒有落跑 沒有落跑在基辅市 這些都對民心士氣的安定 以及對於取信於國際有人 他們要抗戰到底的決心 這件事情上 有至關重要的 而且我那時候看到 我印象很深刻 很多平民老百姓 他們用他們手中 可能 拿著刀的 各種工具 各種工具 甚至自製這個 像汽油彈 汽油彈等等 這個國際社會覺得說 這些老百姓其實是有所準備的 所以我想請教的是 從2014年克倫米亞被俄羅斯拿下來之後 一直到2022年的2月24號 俄羅斯入侵到烏克蘭 烏克蘭自己國土防衛隊 他們到底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因應 什麼樣的狀況 到戰爭爆發的時候 狀況又是什麼 我問這個問題是 要相對來看台灣 台灣現在還來得及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了解 事實上 2014年克倫米亞危機之後 其實烏克蘭有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和改變 從軍事改革到整個社會整體 在面對戰爭的承受力的準備 其中一個很重要大家關注的一點 就是他這個國土防衛部隊的成立 那這支部隊其實就是在 這完全是民間的 民間的 對 它的原流原本就是2014年的 克倫米亞危機中 當時舊的烏克蘭軍隊 其實在不戰而降 就器械逃跑 那留下等於說 當地的民眾直接面對這個戰爭的衝突 當地民眾自舊成立的所謂的 所謂的叫做防禦營 防禦營的這種自發的自衛武力單位 那後來他被整個整編收編 然後收編成現在 按照去年的1月的烏克蘭 所公布的國土抵抗法成立的 正式給這個部隊一個法律的地位 其實它不隸屬於國防部 它是放在內中部底下的部隊 那這支部隊他們原本希望在 烏克蘭原本希望在全國24個省加上 基輔總共成立25個旅 那大概希望成立大概250到300個 防禦營的單位 但是他們其實因為去年戰爭爆發 他們看到的部分是說 烏克蘭人的想法是說 其實他們還是準備來不及 因為他們的防禦營只部署了 組建完成大概100個 只完成了100個 原本設定 200到300個 這是2014年克蘭米亞危機之後 危機之後 他們已經有這個危機感 已經危機意識了 但是距離2022年 這樣子2014到2022年 也總共有8年的時間 他們8年的時間 他們依然來不及 他們仍然覺得這個準備還是來不及 還是來不及 因為他們並沒有完全完成這個部分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已經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了 那它這個但是雖然沒有完成 可是剛好也比較幸運的是 這一百個防禦營主要都剛好是 在北部和東部地區 也就是這一次戰爭主要的交戰區 所以那個部分已經完成了 但是數值上面就不一定了 就有的部隊 有的地方發揮極大的功能 但是基本上對於整個社會安定 都有很大的功用 因為這些部隊主要成立的目的 不是在於像有些少數的人的錯誤的傳遞方法 是說他們這個屈民為兵 穿著便服就上戰場 其實這些部隊並不是直接上戰場打仗的前線部隊 他們主要是作為區域穩定的部隊 比如說擔負著像這個地方的危安 自安維持還有巡邏 或者說區域防衛等等 後勤支援這樣的工作 他們也因為他們訓練的模式是在地招募 在地訓練 在地作戰 所以他們對當地 因為都是當地人 所以當地有非常高的這種在地知識 其他地方沒有的知識 所以他們這些在地知識 在整個開戰的過程中 發揮意想不到的功用 因為他們對當地非常了解 所以他們可以提供給烏克蘭正規軍 非常多的像地理上的知識 怎麼樣有哪邊有小路可以繞過敵人等等 或者說知道哪裡可以去究竟偵查敵軍等等 這些特別的知識 其實發揮了這種功能 他主要的功能不在於前線作戰 他的功能在於穩定地方 也就是區域防衛的功能 我覺得他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他幫助抓那些輕惡的人 反陣痛 抓入間諜 對 中華民國就需要這種能力 我知道黑熊學院有教這一點 怎麼樣identify 然後抓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對你的基本設施 對 如果他能夠把你的發電廠 把你的水的東西弄壞的話 這對一個國家的能保護自己的能力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抓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個隊就會發揮 其實他們已經做了很多東西 抓到親俄的人 或是在跟俄國人報告說 烏格蘭軍隊在哪裡 對 他們抓到非常多像第五重隊 第五重隊的部分 然後就在一些戰利協力者 還有包括 俄羅斯的一些特種部隊 它要先起 先起滲透的時候 也好 也多次的被他們抓到 對 這是台灣面臨一個很關鍵性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你剛才講 你知道在上個禮拜 你還沒有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跟華盛頓的Peter進行連結 那Peter有提到一個部分 他說他有一個朋友 在北京工作了七年 最近回到台灣 然後呢 北京方面交付他一個任務 他回到台灣之後呢 要去蒐集台灣的電廠 跟油廠的資料 就是 然後要去蒐集哪些呢 蒐集的中央到地方的 民選的首長的幕僚群的資料 幕僚群的資料 那我就 我大概一個月前 跟過去的一些媒體工作的負責人聊天 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中國有一家公司在台灣落地 那我們大家都說 他為什麼可以落地成功 在現在這種間諜 全面性 從國安的問題去思考 一定要立法 從嚴 好好去watch 這些中國在台灣的一個落地公司 為什麼可以成功 他說呢 這家公司呢 找了很多的國會助理 入股 入股 那我姑且 不透露這是哪一家公司 因為這個事情我還在了解 說真的還蠻震撼的 他把立法委員的助理 找來這家公司來入股 聰明 聰明 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可以成功過關 對 因為找到了非常多的大門神 所以滲透 抓出間諜跟匪諜 在戰爭的發生同時 其實有時候不在乎 有時候不是登陸的一個所謂的多寡的問題 而在於你被滲透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些應該會同時發生 如果中共要打的以前 如果戰略方面 我們沒有看到他要開始 在戰術方面 這是外面打裡面 也搞你 所以現在談戰術方面好了 如果說萬一我們 中華民國跟美國跟日本跟盟軍 沒有辦法 使中共沒辦法登陸的時候 你看最近 中華民國買的火山 霧雷的東西 你看多少人 說糟糕 我們自己的人炸死 台灣變成一個地雷島 完全散佈錯誤的消息 民眾就會覺得 蔡英文寧在幹嘛 這種東西 你只有知道 敵人要來登陸的時候才會散佈 而且送出去的地雷 它可以說4個小時自己睡 4天 睡久15天 那個時候就要跟大家講 不要去這個海灘 它自己會爆掉 它不會留在那裡 所以這些消息都是因為為什麼 中共怕這個 這個對登陸真的很 我自己的想法是 中共不會登陸 它會假 因為它登陸太慢了 能夠放多少 如果中共最怕的話 更不樂見美國軍售給你 對 那中共越怕的話 我們越要買這樣的武器 對 可是我覺得 中共自己曉得 你要一個登陸鍵 放著登陸艇 然後每次二三十個軍人登陸艇上來 然後你也沒辦法把重的東西帶來 這場仗很難打 我覺得它們會做什麼 你知道它運氣車的船 Roll Road Ship 它們現在世界上最大最快的是中國的 我們一直在看它造登陸艇的時候 登陸艦的時候 它們在民間造了一大堆這種Roll Road的船 我覺得它們會在裡面裝滿坦克車那些重的東西 然後在開戰以前就搞得很近 然後 以民船商船的名義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台北港 它空降或直升機 即將 把這港搶了以後 那個港裡面 七八個Roll Road Ship 同時進來 一下子 幾百個坦克車 幾萬個人就到了 然後 台北港 六十二公路直接進台北 或者 台北港 它幫助它的海軍陆戰隊 搶 淡水河 所以 這個我覺得是 其實我講這個因為我們也習過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condition 因為 如果不把那個港弄掉 然後它們能夠 offload這個坦克車和裝甲車這些 所以台灣的Defense很難 因為它如果在沙灘上 它這個上不來 它沒辦法把海比的東西拿來的話 振華美國擋得了 可是當它把幾百部坦克車 幾萬個人一下子不同的船上面下來的時候 很難擋 因為從台北港 它有很多條路可以走 然後 又靠首都台北進 所以如果它直接打進橫山 那你就糟糕了 你去斬首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scenario 我覺得中華美國人要保護好 如果台北港 你要失掉的時候 趕快把水雷 搞了一大堆 所以它要花時間 掃雷 或者就把它炸掉 它沒辦法用 這樣子的話 它真的要登陸的話 它會很慘 它可能會死光 真的 像 對 在CSIS上面 說它有時候可以登陸 可是 我覺得 它這是軍推裡面 它用的是我們現在的 scenario 可是它沒有想到我們新的像敏捷戰鬥就業這種 因為它說 你如果把沖繩上面基地打了 把官吶打了 那美國就要花很多時間 會使很多人來保護台灣 其實我們已經改了 我們自己曉得 這是我們叫center of gravity 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被中共打掉的話 我們就很難繼續很快的贏 因為我們是希望很快的贏 所以我們就改變我們的戰略的方法 所以 希望中華民國會看到這個最危險的行列 然後把自己準備好 不讓中共用這種行列 因為它 這種船是民用的船 你又不能打它 它可能就在台北港外面20英里 就在你國家的水外面 一下子就進來了 所以要看好 是 民船的方式來進行掩護 對不對 這是一個未來很有可能的 非常有可能才是一個戰略 很麻煩的東西 因為你事先不能打它 對不對 你不曉得它是真的假的 然後它如果在一個民用的港 把坦克車上去的話 常常我們衛星沒有看到 我們在看那些軍用的基地 在上海商用的晚上 坦克車什麼都裝在裡面 它可能裝了好幾個禮拜 幾個月 它已經裝好了 就在那邊等著 你也不曉得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 那時候 我們做這個 scenario 的時候 我一看 我說哇 這是很聰明 很聰明的辦法 因為那一場仗 我們 我應該說 我就說 好人輸了 因為壞人做這件事情 然後好人這一邊沒有夠的火力去擋這個 因為你的火力在整個島都分開了 你趕不上來 趕不上來 它的那些坦克車上的時候 你其他東西沒辦法 因為你在講它會在中部哪裡登陸 你在那邊都部署好的等 萬一因為它船在這邊 它故意把船放在這邊 你說它要登陸 我就準備好 結果它從這邊過來的時候 你就拍完 原頭打旗 決戰賓凱 這個狀況會是另外一個破口跟漏洞嗎 小小小是怎麼看 其實這個部分會涉及 剛剛跟妳講的這個部分 會涉及到一個部分 就是他們利用所謂的軍民養用 軍民融合技術的部分 那同時也是中國近年來常常在嘗試 利用一種所謂的灰色領域衝突 也是從 這件氣球不是這樣子嗎 我是民間的 對 我在watch這個氣象 對 他們會利用這兩部分 那中國也知道很清楚 其實如果要渡台攻擊 如果進行傳統的大型規模的登陸戰 既有的軍事能量的提升是不夠的 而且也是相當困難的 對 那麼怎麼樣利用民間的 民間的船隻 或者說民間的資源 來進行他們的軍事入侵 這是中國向來一再一再研究的事情 其實他們其實也 某種程度也是他們的傳統 那這裡面包括像這個 剛剛說滾裝護衛的部分 那當然也包括他利用所謂 大型漁船 進行所謂海上民兵的這種灰色領域衝突的部分 特別在南海地區 他使用這種戰術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也會變成說 今日我們看到未來的戰爭的樣貌 恐怕會是跟我們目前 大部分所設想的狀況 會不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狀況 那面對這種新的挑戰 其實變成說還是回到一件事 就是你的警覺心和警惕性要夠高 那像這一類的異常的行動 船隻的調動 其實都要加以注意 像美國前一陣子跟東協國家有一個 特別是他主要是針對 就是會遭到這種灰色領域攻擊的國家 比如說越南包括菲律賓 你至於東協等國家 他們想要建立一套反應的新的機制 他們會利用包括衛星及AI計算的方式 去特別監控這種 雖然是民船 但是因為潛在有這種戰爭能量 它的異常的行動 如果它有異常的行動 或者說它的異常的調動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種市井的機制 結合衛星 結合AI運算的部分 這是一個新的倡議 他們也是主要瞄準這種灰色領域的部分 特別是像這種 包括漁船 民船的調動 像剛剛東協講的 其實中國它有八到十五艘 這種大型的滾轉貨運輪 甚至都是 全世界最大的滾轉貨運輪也是在他們的手上 但是相對來講如果你有警惕的話 這些船的調動是可以被檢測到的 而且其實它的行動速度不快 比軍艦慢很多 所以如果有應對就不會遭到突襲 最怕的是我們釣以輕心 可能會造成這樣 剛剛統領所說的 進行這樣的 軍事就是傳統軍事行動 與非傳統軍事的結合的作戰方式 所以混合戰的方式 這個就是所講的 你有所準備 你要避戰 你必須要備戰 怎麼去因應 非常謝謝Tony 非常謝謝小小老師 我想在下一次當中 除了我們這次談到台海戰爭的要貌之外 比台灣戰爭的第一位置之外 在過去在我特別秀出 這是我去黑熊學院上課裡頭 那所做的一個內容 我們下次來看 在非常時期裡頭 常常會出現的一些軍事謠言 這是非常關鍵的 哪些軍事謠言可能會出現呢 那你怎麼去破仇呢 下一次Tony包括了何成輝 這是黑熊學院的創辦人之一 也是黑熊學院的執行長小小老師 會進一步來跟我們談 謝謝所有海內外的個人朋友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台灣在這幾年來 全球所關注在夠台灣安全的同時 你我都是非常的關注 我們所表面上所看到的數字 中國大陸有14億人口 他有200萬大軍 我們只有2350萬人 我們只有20萬大軍 是這樣子嗎 是單純的表面上所看到的數字 是這樣子嗎 更深入探討 鎖定小軍台灣PLUS 記得按讚跟分享 多多訂閱 加入我們的會員制 謝謝您 我們再會了 拜拜 謝謝Tony 謝謝小小 拜拜 不管您是每個月贊助100元的會員 還是300元1000元的會員 享受到的福利都是一樣的 您一定會問 那我為什麼要加入1000元的會員呢 沒錯 我們的初衷只是希望 讓這個頻道能夠更長久的經營下去 而不是以賺錢盈利為目標 我希望大家在行有餘力 可以請小軍姐 請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喝杯咖啡 有能力的就多辛苦一點 多捐益一點 大家一定要量力而為 好大家量力而為 這是我一直一再要強調的一句話 我要請贊助者放心 我們一定會好好善用你們的每一分錢 把它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一人難挑千金蛋 眾人能移萬座山 有你們當我的靠山 有你們當我的後盾 其他的事情就交給我們團隊吧 有心就有力 我們一起加油 為了台灣這塊土地 我們永不放棄